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妙花莲花器》 在这个之前说一件事情 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不忘法王如意宝的教言 应该说在藏地来说现在这本书很出名 不管是各个教派的一些寺院当中也好 在国内外应该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的一些藏族 他们都在纷纷地学习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加持和利益 可能你们也应该清楚 在各大的一些网站上也好 在音频视频的一些媒体当中也好 或者在寺院 在护学院 在道场 在学校 在包括一些企业和个人这样的平台当中都在学习 汉语本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些 可能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很多人也听说可能请了 然后有些个别的一些我们也提供一些方便 我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法 但是我们这边也在给大家出一个 比较可操作性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那么希望通过一些方式来学习 包括有一些音频现在有些音频的平台 因为可能前一段时间在特殊的事情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用其他的一些音频的资料也正在准备上去吧 这样的话有时候有些人开车也好 上班也好 包括一些时间的开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可以边学习边做自己的事情 有时候世间的一些工作和事情非常的无聊 在这个时候可能你用佛教的一本书或者有一些资料 就是来从事自己不耽误时间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今天也在跟大家讲一下 这本书已经翻译出来了翻译出来了以后 我看我们佛学院的好多道友基本上都看了 看了以后有些以前认识法王如意宝的很多道友 应该在这里面的有些话特别特别熟悉 他们很多人在说那天有一个藏族堪布给我说 法王如意宝圆寂以后藏文的这本教言说应该是最长效的 也可以说是流传最广的这么一本书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有一种不公的加持力 法王已经离开了十三个念头 但是我们的心里应该是没有忘记 作为一个弟子自己的上师离开之后 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包括一些行为 一些微笑 即使在白天的生活当中见不到的话 那晚上的美梦当中应该能接触得到的 这一点自古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证明 然后我们自己的修行来也可以证明 所以我之前也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希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不忘的这本书 我们今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就是大家要选起一种学习的热风 看能不能大家在各个地方应该很认真地学习 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自己都依靠自己的信心 大菩萨的发愿力 众生的福报和善根因缘具足的时候 有时候看起来一个小小的一本书 但是从中给你带来的一种不共的利益 有些可能教言对你个人来讲不一定特别地相应 比如说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 法王可能有时候讲一些出家的戒律 学院的一些规矩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佛陀当时在印度的时候也是他当时的 就像《妙花莲花经》当中的 当时有些教言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遥远 但实际上从另一个层面来了解的是 佛的教言当中每一句话 每一段意思 都有可以对照自己的相续 有时候应该学习的态度很重要 那我就说这么多 之前大家要做好准备要学习 学习当中应该要提出一些体会吧 你要总结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你们学习以后应该有很多不共的加持和息地吧 好 那我接下来念《妙花莲花经》今天的传承 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等会儿要延长时间了 有时候我看到时间那个的话 我讲了那么多啊 不忘了讲了十分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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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ğer liv Barn利 让大家讲的方式 值得以上 否则 船任搜 Lem原文和学家 我们家的按打钱 san化Profess decided to read 而核心板设定的方式 ivi yön colon贓 期末損 Church 再这些验进一段时间 洗澡加斗治 愿意念错了 去做 让你发现 something that's bad 那是福生日子 使人养你什么的 就是习惯我在做 安法都冤在 因为我们的平德 仙德 刘 高杉德 上台 和对他们说 还没关系 如果我们的故事你就懂得非常好 自然时 73 0000000 从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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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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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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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里面三尉bal 太子陈 реально都给了一位 里面三尉蝦 ţ子上作为它 美麟三尉葉 沙尔 太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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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尔 太子陈矢 他就不给了一位成为一位有缺过 他的孩子 因此他说出个强度 正常伟 太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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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бизнес 未VER selEN 그래도 能 如果 那 想 放 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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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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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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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好像 这些有点多了 刚才看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切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法华经》了 《法华经》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法师品 已经讲完了主要讲《妙花莲花经》受持的功德 那么接下来讲《宝塔品》 这个宝塔品在历史上看来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品吧 以前《法华现银楼》也是一个干银楼 这里面讲过一个大院禅师的故事 他很小就出家大概七岁的时候出家 其实出家以后他一直读《法华经》特别爱学习 然后后来他有一次读到《宝塔品》的时候 那么整个下面《宝塔品》里面讲到的 很多佛的显现在他面前展现 因为我们下面会讲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前面当时出现一些七宝组成的如来的塔 后来出现四方释迦牟尼佛化身的 这叫做分身化身的佛那个就出现了 这些所有的景象全部都见到了 最后他在读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自己也非常欢喜之后他一直在六年当中 餐房里面没有出来 以前很多大德真的很了不起 他以闭关的方式来修行之后自己也发愿造宝塔 还有弘扬《法华经》 更加弘扬佛法华经 还有他自己用自己的贤学写《法华经》 后来用黄金写《法华经》 在大众当中特别着重地弘扬《法华经》 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一品有关系 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根机比较好的 就得到了佛的不公的加持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也是《法华经》有一个叫宁言录吧 也是讲一些感应录的 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介绍 就是说《法华经》当时有一个法师一直特别地去学习 因为这本书他从小都是有很大的信心 但后来他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然后有一次外面去草山的时候 草山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说给他供债 最后进了一个屋子之后有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求他承设一个法座 在法座上让这个和尚坐在法座上 他请求给他传《法华经》的宝塔品 他把《法华经》的宝塔品给他已经念了传承一样 读了一遍 这一品读了一遍 读完了以后那个老人特别感谢他 然后给他供养的一个 好像核桃还是什么 核桃 还有供养一个金色的金叶 树叶一样的叶子 刚才那个仆人把他一起送下去 结果他送到门口的时候 好像那个仆人也不见了 世下就没有了 不是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问刚才那个老人是谁 然后那个仆人跟他说他就是孙世妙 对 过了一会儿那个仆人也不见了 但后来他吃了核桃以后他变成长寿 说是不死 但是不死可能会不会在公网里面说是不死 还有他把这个金叶带来以后突然就爆发 一个和尚抱负也变成特别富裕的了 那可能他修行就不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法华经》 好像那个公网我以前写《五台山志》当中 有一个寺院叫金戈寺吧 金戈寺 就是从蓝山靈靈靈 compared to these 那些来源的故事也比较有相同之处 这个故事也有比较相同之处 我在这里讲一下以前大德们的这些感应录和有些传记 确实有学习或者读诵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获得了很多的感应和加持 那么这是我们前面简单地讲一下宝塔品的一些功德 接下来讲字面上的今天好像这个内容 我不是特别地明白但应该可以吧 有些公案 有些道理确实是不可思议 佛经当中的有些道理是很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也是很有缘分吧 在有生之念当中佛陀亲口说的 而且这么多佛所加持的《妙花莲花经》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也是我自己每天都是这样想 也许我的想法跟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是相同的 因为我从小就澄清在这样佛教的智慧当中 吧虽然我小的时候接触的这些佛教不是比较民间的信仰 但是民间的信仰其实我觉得藏地的民间信仰应该是很正的 没有什么对佛经 对论典相伟之处是没有的 所以小的时候应该生活在一个 并不是带有特别甚深的 闻思修行的智慧的氛围当中 但基本上是一个有信仰的这样的生活当中 所以也许可能有这个原因 也许自己可能跟前世有很大的因缘 因为我对大乘佛教的任何一个道理 只有欢喜心 不会产生邪见 对我传授佛法的任何一个善知识都不会产生邪见 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冲突 直接或者间接的冲突都没有以前也没有过 现在大多数的上师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 应该不会有的 所以我个人而言应该说是来到这个人间 佛缘比较深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对《妙花莲花经》 包括《大乘经庄论》也好 其实我不管是什么样 讲任何一个经论或者学任何一个大小乘的法 很有信心的这种信心不是假装的 是内心深处的一种 由然而生的信心吧 我相信很多人的信心远远超过我 已经百千十万千万百千拿有他等等 我们今天也继续讲《法华经》的第十一品 宝塔品 实际上它这里面有很多奇妙的意义 人以为这样《法华经》是难以相信 难以解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讲起来也是非常的玄妙 但有时候也没有什么 现在可能我们看世间随便带有一些 比如说故事性的或者一些神话性的 或者一些玄妙的一些故事也好 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历史也好 这样也会有的所以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的分辨量当中有时候很难想象的话 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这个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宝塔品前面我们刚刚讲完法师品 在这个时候佛陀前面有七种珍宝的塔子 它的稿五百有讯 中宽也是二百五十有讯 那么从地里面自然而然涌现出来一直停住在空中 佛陀正在给他们说法的时候 突然从在佛陀前面的大地当中出现一个这样的宝塔 松立在空中它是种种的宝物各种金银 玛拉窗户等等 就是各种宝物所庄严的那么它有五千的蓝顺 有很多的蓝杆还有砍尸千万 它有像小鸽 我们授佛像那样的路鸽 还有无数的庄帆作庄严并且垂着各种珍宝的银落 还有千万以上珍宝的铃铛悬挂着在这个上面 它的外面 也就是四面都出现堕木堕巴赞灯 这是一个碳香的名字这个香充满世界 所以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庄严 谣言 应该是谣言堕木 非常可以说是玄难堕财吧 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佛塔显现而且有各种饭盖 还有金银 琉璃 彻雀 七宝 玛拉河还有珍珠 红玫瑰等七种珍宝终成的 它的稿一直到四大天王的天宫 然后四大天王的上面有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降下来的曼陀罗花来进行供养 天人都是对宝塔进行供养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天龙 夜叉 千达婆 还有阿修罗 加农罗 金纳罗 摩侯罗 摩侯罗加人和非人等等 这些非常非常多的众生 也是以各种花香 银罗 梵盖 以及其他的一些给予等等作供养宝塔 并且恭敬 尊重 赞叹 这是整个宝塔这样出现的 所有的众生对这个宝塔 由种种的供品来进行供养 其实这个宝塔当时在世间牟尼佛面前 出现一个特别的形象 现在我们佛塔在全世界来讲 尤其是佛教新生的国家当中 有不同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 用不同制作的材料都是不同的 尤其是南川佛教的一些像缅甸 柬埔寨 还有泰国 老欧这些有很多国家 他们用金子和银子做得非常多的 像藏地一般也有白塔可能走了十几公里 几公里以后经常看到白塔 现在我们在藏地也比较流行写 欧玛尼巴美洪在山上 其实这个功德很大的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经常磕在石头上 因为欧玛尼巴美洪者观音信咒 见闻觉接触的这些众生有些是种下善根 有些是真正获得解脱 玛尼圈记里面他的功德 还有《宝王经》里面讲的他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现在藏地好像比较 很多人都喜欢把鹿子真言写在山上 可能你们路过的时候 现在各个地方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还有宝塔也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专门讲过佛塔优绕的功德 顶礼的功德 供养的功德等等 凡是佛塔一切功德支援吧 我们有信仰的人哪怕是看到佛塔的时候 用合掌就像《妙花莲花经》前面也讲过 后面还会讲的 在哪怕以三乱心合掌的话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以后大家不管是你去旅游也好 去潮山也好或者路过的时候 看见路边有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佛塔 这是非常有福报的 末法时代的众生念这样的这种 这叫做佛的什么呢 佛的义所义我们经常说佛像身所义 身体的所义佛经义所义 佛塔义所义包括一些领处这些都是叫 因为三宝所义嘛三宝所义当中 那么其中佛宝也有胜口义的 也就是代表佛的胜口义 实际上佛塔就是佛的智慧象征 也就是说里面有佛的舍利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实在没有舍利我们装葬的时候 里面专门在佛塔里面有佛塔的一些装葬 有五大咒语等等所以现在在汉地也有很多 包括东北 南方这些也有一些修佛塔和菩提塔 当然修的过程当中它的尺寸和这些最好是动 因为佛塔整个的比例非常严格 不能随便看起来比较像你随便造 这样有过失的 所以一定要请一些比较懂佛塔的执着 它的整个比例和尺寸非常的合格 像西方现在藏传佛教的佛塔遍地都是 不管是法国 英国在哪里都有 因此一般寺院里面或者道场当中大道小小的佛塔 非常有意义这里讲宝塔品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想佛陀时代也有这样非常庄严的宝塔会出现的 然后自古以来的历史当中也是 其实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虽然带各个佛塔的一些形状都不同的 以前我们90年的时候去尼泊尔 尼泊尔相根佛塔的旁边有诗经论师的仪塔 它那个是按照小乘的佛塔 历史上也是很出名的 跟我们的大乘佛塔有点不同的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佛塔吧 包括在不但有很多的佛塔 但是有些佛塔跟藏传佛教略有不同的也有 当然大多数是非常相同的 所以我们讲以后 希望大家遇到了这些佛塔的时候 至少也是磕三个头应该转绕三圈 哪怕花 灯这些做个供养在佛塔面前 这样很有必要的不然现在的有些 包括有些佛教徒好像根本没有信仰 再加上佛塔和佛像佛经随便跨越过去 我们这里经常有一些出家人的佛像 佛经就放在这边 有些可能是居士 有些不是居士 然后就跨过去 那些人也是很生气的 因为他自己很珍贵地佛像正在看的时候 另一个人从中飞过去了的话 自己好像特别地不愿意 但是有些确实不懂不懂的话也没办法 其实在这方面确实 比如说出家人的衣服不能拆 不能践踏 然后再加上佛像 佛经 佛塔 这些都是一定要放在干净的地方 不能放在这个地板 我经常有时候批评身边的人 他们都经常把佛像 佛塔放在炉梯边 人踩的地方是很不干净的 这个上面把佛像直接放着 佛经直接放着的话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基本的一些概念吧 佛教信仰当中基本的一些概念应该要懂 作为一个佛教徒 这些概念一定要懂 接下来我们讲当时出现这样的一个佛塔 大家都特别欢喜地去供养 这个时候这个宝塔当中出现一个声音 说是善哉善哉 释迦牟尼佛 你以平等的慈悲和智慧来教化那么多的菩萨 还有佛陀 十方诸佛所护念的《妙华经》 为这么多的众生宣讲 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佛 你真是这样的 真是你所讲的这样的释迦牟尼佛 你所说的这个法实际上是真实不虚的 当时在宝塔当中出现一个声音 很奇妙的 出现说是你现在这样的《妙华莲花经》的弘扬 非常的稀有很真实 你讲得特别好 这个时候四种弟子 四种比丘比丘尼和尤婆舍尤婆尼 大家见到宝塔很稀奇地安住在空中 同时有时在宝塔当中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微妙清净的声音 大家因为有时候传出一种声音 包括我们现在的传法也好 有时候听一些佛教的音乐也好 有时候看一些佛教当中的一些视频 真的通过视频和音频学习自己真正得到了加持 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虽然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通过佛法来沟通的原因 自己相续当中真正生起了悲心和信心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非常难得的 当时这些四种弟子非常欢喜 前所未有 这种欢喜 然后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座位上坐起来 可能站起来吧恭敬的合掌住在一面 大家都待着 因为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很奇妙 听到空中在宝塔当中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时候有菩萨摩霍萨叫做大勒索 就是大勒索 大勒索 赞文当中是好像勒索非常雄边的这么一个菩萨 他这里是大勒索 大勒索也可以吧 这个时候大勒索菩萨所知道 所有世间的天人也好 阿修罗也好 他们的心当中的一些怀疑吧 因为大家突然出现一个宝塔 宝塔里面人也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发出一个声音的话 这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疑惑 它就代表这些人和非人等等拜佛言 代表这些在佛面前成拜佛 师尊 这是什么因 什么愿 就是在这个宝塔 突然从地里面出现 就安住在空中 同时这里面也是发出声音来 好像说你讲得很好 是不是 这出现这是杂毁事呢 这是杂毁事 这是啥意思呢 是吧 大勒索菩萨在佛面前说 我凡是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宝塔 宝塔里面也是出现这个声音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佛陀告诉大勒索菩萨 其实我们这个吻塔也很重要 现在我们都经常出去在学校里面 或者这样的话 我现在基本上这几年大概是讲一个小时左右 有时间的话一个小时左右提吻 当然提吻有时候是吻得很好 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打得也比较可以 有时候吻得也不好 打得也不好 但不管怎么样 其实问题提出来代表很多人的怀疑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依靠这种疑问就引发一些智慧 这种智慧的碰撞这一点 当然作为回答者还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没有任何准备下面提出 就像你看佛陀刚才在说法的时候 打了说 突然问问题 有时候如果讲一堂课 他提前稍微做一点准备可以 但是问问题的话 有些问问题的人他故意吊难 他就提前地想 我听说有些人比如说明年有某个人讲座 他几年的准备就想准备这个人到时候看在众人当中 让他弄得不好意思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问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但不管怎么样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就是不知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吧 以后也是希望有些法师这样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当然自己一点可能没有学习或者学得一点都不好 的话如果你一点回答都不好 下面的人对这个人的智慧 包括他是从什么学院来的 什么寺院来的话 对这个寺院的教育或者教学也产生怀疑 如果有个人名气大一点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都不会回答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回答问题也需要两方面去思考 当时你看大勒索菩萨代表大家 问了以后佛告诉大勒索菩萨 他说这个宝塔当中有如来的全身 那么往东方区的无量千百亿的阿僧七戒世界的地方 有一个国家叫做宝金国土 其中有一个佛叫多宝如来 那么这个多宝如来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过一个大愿 他发大愿的时候藏文当中前面有一段 他说我将来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如果没有听到《妙花莲花经》让我不要成佛 做佛以后 成佛以后 灭度以后在十分时间当中 前面他说我修显一定要听《妙花莲花经》 如果我没有听到让我不要成佛 一旦我听了《妙花莲花经》成佛之后 最后实现涅槃的时候在十分的国土当中 如果有些人说《妙花莲花经》的地方 我的宝塔在听经的地方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然后作证对这个说法的佛对他进行作证 并且对他用赞美的语言来说善哉 他当时在因地的时候 在菩萨地的时候 他发过这个愿 后来确实这个佛 菩萨遇到《妙花莲花经》后来成佛 成佛以后他的教法整个圆满之后 获得成佛以后在他灭度的时候 与很多天和人当中也告诉诸比丘们 说说我灭度以后你们可以供养我的全身 做一个非常大的宝塔 当然这些塔 这些世界其实也有变化性的吧 因为我们一般世间的一个特别有固执的 有一种失质的众生面前 这些可能当时做的放在那里 卖在那里有很多的 这样可能很难以成立吧 但是这个应该也有相当于是神变一样有变化性的 我们世界都是如梦如幻的话 在华严世界当中大可以变成小 小可以变成大 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几乎都是相同的 其实现在我们真的如梦如幻方面 依靠现代的技术 我始终觉得 应该现在很多事情是如梦如幻 只有缘起力才可以成立的 否则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说的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些技术 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机器等等这些系统 就非常有宣妙之处有这样的 当时佛灭度之后告诉弟子说 我灭度以后你们可以把我的舍利或者身体 做成一个塔作供养 佛当时以这样的神通力或者加持的发愿力 十方所有的世界当中如果有说法华经的人 当然这个可能是佛不然光是说一个法华经可能不行 不然我们现在前面也出现一个宝塔 也不好说对吧 应该是佛 这里面是没有说前面应该是佛 不然在十方世界当中如果有人说法华经的话 在他的面前出现佛的全身在当中 并且在宝塔当中出善哉善哉的语言 佛告诉大罗索菩萨今天堕宝如来的佛塔也出现 闻说法华经的 因为大家听了《法华经》吧 说法华经的缘故 他 宝塔从地当中可以涌现出来的 那么并且在空中发出这样的声音 所以当时佛告诉大罗索菩萨说 缘起和前面的因缘讲的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罗索菩萨以他自己的神通力 就是神通力 然后摆佛言 这个时候 对 以如来的神通力 这个时候有时候提问题者 他有如来的加持 他自己可能不一定能说出来 有时候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可能佛的加持 我们有些人也问 我本来问不出那么好的问题 实际上是你老人家的加持力 我今天问得特别特别棒 非常好 我自己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我自己好像平时问不出这么好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你老人家是真正的佛 你是真正的菩萨再来人 所以有时候嘴巴特别甜 内心当中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看佛的加持 大罗索菩萨也是依靠佛的加持力 在佛面前这样说 世尊我们还是很想见多宝如来的身体 因为刚才那个宝塔里面有多宝如来的舍利 多宝如来的佛僧在这里 他说我们很想你可不可以想办法跟我们看看 你既然知道这个历史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见一见多宝如来的整个身体 佛告诉大罗索菩萨摩河萨他说 多宝如来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愿 很甚深 很重要的发愿 这个发愿是什么样的呢 多宝如来他说如果我的宝塔 就是为了听受《妙华经》的这些人 在佛陀讲法的时候可以在他面前出现 并且有四种弟子如果想看到我这种身体 佛陀的这个不管是哪个佛在说法 那个佛说法的分身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全世界都有非常多的分身 也就是他的化身所谓的分身都是 我们说是法身 活佛 他的转世 法身在世界的释放当中正在说法 如果多宝如来的佛塔要见的话 一定要佛释放所有的这些化身全部都集中在一处 然后我的身体可以出现 他当时的密码也好 钥匙也好 这个有一个要求 它不是随便 就像汉地的宝箱柜不是宝箱 就是那个功德项 功德项在女友局那一个宗教局那一个 方丈和尚那一个还有财务部门那一个 开的时候有四个部门过来一起开 有四八要事 所以多宝如来的宝塔光是大勒索菩萨说 我要想看一下马上打开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有十方分身的非常多的如来 这些如来全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打开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依靠它的发愿力根本没办法打开的 所以他说才可以现前 佛告诉大勒索菩萨说 我的一切分身现在在十方的世界当中正在说法 其实如果你们要想真的看 也可以把它们全部集中起来就可以 这个时候大勒索本来也是爱说的一个人 他就特别喜欢说 世尊啊 我特别特别想看 一定要看看你的这些分身 要想顶礼他们快快快 我们一定要想见见你的分身 又要见多宝如来的佛像 我们很愿意见 大勒索菩萨肯定会这样说吧 因为在这个时候 因缘具足的时候都要祈求的 这个时候下面这个故事的有些情节也很不可思议 这些不可思议的道理我希望很多人好好地思维 同时也多看一下一些《法华经》 包括《涅槃经》 其他的一些佛经 同时自己也应该学一些论典里面的 因为我们对佛和菩萨的传记也好 或者佛法的善恶意义 要产生真正的信心需要一种智慧 《龙猛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当中也是说过 佛记诸佛法不应分别意 佛和佛法不要产生怀疑或者邪知邪见 什么法遂最难行 与众因行之 我们所有信仰的对境当中佛法是很难行的 因为它是很甚深的 虽然它是难行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也应该要对他有信心 应该用智慧的信心也好 用最好不要迷信应该用很好的方式来接受 你看当时佛陀告诉大乐所菩萨的时候 大乐所菩萨非常愿意见到佛十方的分身或者化身 而且也很想把他们作为对境而顶礼 这个时候佛因为刚才两个目的 一个是这些眷属要见到毒宝如来的摄身 然后一个方面佛陀有十方的化身 那么这些化身全部集聚在一起要打开宝塔 这样的话这两个事情大家都很愿意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他的百号放出光芒 放出光芒的立刻即刻见到了 东方五百万亿那有他恒河杀数的国土 非常非常多的国土当中的佛陀 那么他们那里国土的地以琉璃为地 宝树和宝衣为庄严的 有无数万亿的菩萨充满在这里 而且整个遍地都是挂着宝蛮 还有宝的宝王等等都是路仆也在这些上面 走在上面有悬挂着非常多的装饰 整个国家以佛的大妙印来给他们说法 并且有千千万万的菩萨也是在国土当中 不同的众生面前也在说法 这个东方的世界都在说法 清净 庄严 也听不到杀声 也听不到各种各样不愉快的声音 还有同一个世间当中也同时能见到 南方 西方 北方还有思维 上下等等 十方的所有这些地方 百号的光显都照耀着这些地方 那么同时也见到了这里面的各个如来也正在说法 菩萨们也正在说法 我们以后的道场也是很重要 大家如来的道场当中要说法 你看如来清净刹土当中并没有说 他们这些诸佛菩萨喝茶 喝咖啡 去一些物体里面去享乐 并没有这样的 也并没有说天天都是挣钱 做一些事情 并没有这么说 每一个如来的刹土讲的时候都有讲经说法很重要的 佛的刹土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世间的一个国家讲的话 比如说我要去美国在哪里能学习是可能很多人的最好 我去英国 我去法国 我去那个的话 那么现今的国家里面去干什么呢 有些当然做生意也这些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在现今或者发展的国家当中 吸取一些智慧这个是很多人希求的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去藏地 你去到印度你去到尼泊尔到哪里去呢 一方面超山 百富这个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学到一点知识这个很重要的 你去藏地的话也可以看藏族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的 其实人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学到一些 你去非洲的时候你不能认为是非洲很落伙啊 他们那边连身上衣服都没有有什么可学的 但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要学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去一些地方 用学习的态度来去这是很重要 看这些佛陀的地方都在讲经说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十方诸佛这些佛 因为刚才释迦牟尼佛的光实际上代表 可能邀请他们吧应该是有沟通的 他这里应该光里面直接有一些暗示吧 或者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信息 这个时候十方的这些佛陀 各自都是告诉自己的菩萨眷属 你们这个善难知你们这个也知道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邀请函这个光不是一般的光 要去那边去多宝如来的这个光 就是报他要去供养这个光 这个时候因为诸佛菩萨也是给自己的眷属 这样告诉自己的眷属 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也变成清净 流利为敌有时候在清净庄严的威力当中 都可以变成清净的 也是讲了三世为利神为众转法论 一些如来的威力神通或者这样为众生转法论 神变也是补充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变成清净的法院经里面也有这样的 当时保守庄严 黄金卫生 还有以分界分为八个道 还有很多当时的刹土当中所谓的 聚落 村落 乘衣还有大海和江河 山川 零首等等 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因为清净的刹土当中没有这些 全部都已经清净了而且那个时候燃烧了大宝箱 曼陀罗的花遍满所有的地方 还有宝王和宝满这些装饰在上面 很多的宝灵也悬挂在上面 唯一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这些 该参与的菩萨和圣者就留住在这里 其他所有的这些众生一直到其他的国土去 包括天啊 人啊 我们有时候开奥林匹克的一些 大的一些国际性的一些会议的时候 周围的一些很多不能参与的人都前到别的地方去 有很多这样的行为吧 同样的当时佛陀要举行这样的法会的话 能参与的这些都可以具足在里面 不能参与的这些众生暂时以佛神通般的 非常奇妙的一种方式来迁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时候诸佛各自对一个菩萨作为自己的侍者 每个菩萨只带一个侍者 将一大菩萨为侍者然后来到了娑婆世界 各自都是到了宝座下 那么一一这些宝座的高五百有讯 授业 授花 授果这些也非常的庄严 这些宝座下面有四字座 高五百有讯以七宝所庄严的 这个时候佛各个都是坐在自己的这些宝座下 而且辗转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特别特别地多 那么这个时候看释迦牟尼佛一方的分身都没办法 当时我们有时候开法会的时候 之前已经准备好有几个净堂这些的 后来去年还是前年开法会的时候根本不够 一个地方的居士都没办法 后来大家都又控除很多净堂 所以当时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法会 因为亲的佛的分身比较多 多了以后释迦牟尼佛一方的分身就没办法容纳 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想为了 满足所有的这些分身全部容纳 八方的隔边八百万亿拿由他的国土又再次清净 前面清净了可能是一个范围当中的这些国土 全部把众生全部移到别的地方去清净国土准备坐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来得特别多的佛分身的时候 没办法也是把所有的这些国土清净 无有地狱 饿鬼 旁生 阿修罗 以及天和人全部都安置在别的国家 安置完了以后一定要烧地 以前饿鬼 阿修罗这些猪全部都弄得面目全非 然后重新都是以流利为敌 保守庄严 那么这些树高也是五百有行 树一树化树过也做庄严 树下也安排狮子座 高无有学的种种宝物做庄严 那么整个地方没有大海 江河 石山 大石山 还有铁尾山 大铁尾山 须弥山等等 全部像一个国土一样特别宝地品账 珍宝交支的很多很多的鲁曼边于这些上面 悬挂很多的梵盖 还要燃香 藏传佛教当中也是经常迎请一些上师 迎请一些大德的时候有一些巷来带领 一些大的威乐士或者什么 然后各种天人的宝花作庄严 那么释迦牟尼佛为这些佛让他安住于这些 然后好像还是坐不下这个时候 于是有八方的二百万亿拿油他的国土也再次清净 因为那个时候他好多也在 这里也是无有地狱饿鬼旁生阿修罗 一直把天人这些也移到别的世界去 那么这个所空出来的世界也是以琉璃为地 保守庄严这些也是一样的跟前面的 一直庄严 遍满整个华头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所分的这些分身 百千万亿恨和杀术的诸佛来到这个 刚才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因为刚才有十方的佛陀 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其他刹土 刹土当中来的诸佛已经变满了 也可以说刚才所有的宝树和所有的这些 狮子座上面都坐满了如来 释迦牟尼佛的各个法身全部坐在自己的法座上 那么佛在保守庄坐着自己的法座之后 他们各自都是派遣一些自己的侍者 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去询问 而且他们各自都是拿着宝花 然后慢慢地华蛮供养释迦牟尼佛 说要求他们说善烂子你们尽快去印度的 王舍城的饮酒山有释迦牟尼佛 因为他们都已经到娑婆世界 完了以后要求他们到那里去 然后向佛面前作文案 因为他们不是刚才每个佛带着一些大菩萨吗 这些大菩萨先佛自己没有见 就像有些重厚的客人来了以后 今天他住下来了 把自己的花 礼物让使者来去见主人 这样的他们对使者说你们到饮酒山家 释迦牟尼佛面前去告诉 是我某个某个佛派来的 问释迦牟尼佛你身体没有什么病吧 心里没有什么烦恼吧 你现在各方面都应该很好吧 你的菩萨 你的声闻所有的这些眷属都是很平安的 没有什么事吧这样的去问 并且我们的这些花这些供品去供养 还有你要说明我是某个佛的使者 那么来的这些主要的原因 这次因为你原来发光然后迎请我们来到这里 要想打开堡堕堡如来的堡堕 其实这是一个很审妙的一种法会吧 就是非常玄妙的一种法会 所以当时佛陀他们每个佛派遣遣这样的使者 在佛陀面前大家都这样的问啊 这以上今天的内容 暂文当中比较多一点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这个我刚才讲的 可能《法华经》的这些意义有些是能明白 有些不一定能明白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用一种恭敬心来接受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用恭敬心来接受的话 我们自己也是得到这种加持 我看到也是一个《徐高僧传》里面讲的 以前有一个叫法云禅师 法云禅师刚降生的时候 他们家里面出现特别好的一些运气和瑞相 后来叫法云他是七岁的时候出家 我看汉地很羡慕 以前都是七岁的时候出家八岁的时候出家的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十八岁的时候还不能出家 然后他七岁的时候出家 七岁的时候出家以后 后来他大概三十岁的时候讲了很多的《法华经》 后来他一排一排的石头做卷手 然后给他们讲法华经 这个很稀有的 有些道友到草场上给牦牛讲法华经 但这个有时候也可以的 但他可能也许是大成就者的一种显现吧 然后他在石头把这个配成一排一排的 把它当作卷手 讲法华经 后来《智公禅师》 因为梁武帝时代智公禅师很出名 智公禅师也是对他很有信心 有一次听他的课的时候 他说你讲得真的很微妙 可能智公禅师本来自己也很有智慧的 他说你讲得很微妙的 后来他到大城市里面的时候 当然眷属也比较多了 一般十年寒藏无人为一旦证明天下 所以一旦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恭敬 包括当时出现一些干汗的时候 禅师都是让梁武帝如果让法英禅师来做佛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也是入眼一场有很多这样的历史 所以《法华经》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种大家都有一种信心吧 这里面的有些道理有些可能全懂 有些是一半都可能懂 有些部分的内容能接受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这个《法华经》里面讲佛的化身不可说 分身不可说还有庄严不可说 还有十方的威力也不可说 《法华经》当中有很多讲了佛的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法院经》里面的分身 化身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一般的一些语言来讲 我也不一定讲得很清楚 你们也不一定搞得很明白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就是不可言说的这种力量这一点大家应该可以有这种信心吧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